因為我朋友說不可能猛的怎麼看電影 即是這樣說 外面的人是很直接的 因為Ginny我認識了很多視像的朋友 原來他們是會聽電影的 有視力障礙 其實一樣會入戲院看電影 在外國有很多地方 戲院都會為視像人士提供口述影像器材 意思即是不單止聽到對白 還會有畫面的描述 例如一些打鬥場面就會有音解釋發生什麼事 部分私障人士也會帶同他們的盜蠻犬一起入戲院 就像Bella一樣會很乖地坐著直至電影結束 相信大家跟我一樣對盜蠻犬的認識不多 這隻就是現在受訓的盜蠻犬Oscar 正式成為盜蠻犬之前 他們會先住在寄養家庭 定期上課接受訓練 為期大概一年半多些 最初會先學習基本禮儀 社會訓練等等 再學習如何協助視像人士 完成訓練之後 再和視像人士配對 成為正式的盜蠻犬 剛剛7月14日已經是兩年了 為什麼我會開始做盜蠻犬的幾個家庭呢 因為我剛剛退休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說 鎖子會看電影 帶著同盜蠻犬看電影 有沒有搞錯 我說我就輸給他們看 我就進場買一張照片 真的看了一場戲 和Ginnie 那個過程是好的 是好的 人都很好 有些觀眾都很好 很多人是不知道有隻狗在那裡 到山場著燈 有隻狗在那裡嗎 他們很驚訝 整場這麼多分鐘 完全沒有聲音 普遍的視頻未必有很多經歷 去接觸過杜蠻犬 但其實我已經接觸了很多次 你會發現杜蠻犬 很乖很乖 在座位的前面 站在主人的前面 其實他整場影 只是看著主人 兩年多 2016年3月的時候 開始陪我 你第一隻動蠻犬 是呀 她叫Bella 她叫Bella 是女兒 是呀 是呀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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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獎勵你 小小 小小 我剛剛申請盜蠻犬期間 我的視力很難出門 我申請盜蠻犬 希望可以送兒子上學 希望可以上山 到現在 今時今日 我隨時喜歡 何時去行山都可以 有了狗之後 其實有兩種騷擾 一種是怕狗騷擾 一種是太愛狗騷擾 你為何這麼大隻狗 都帶來搭地鐵 我當時說 這隻是動蠻犬 他還跟著我進行車罵我 我走了之後 我才想 他也不是雙殘人士 他走來罵我 幹甚麼 也試過 有些人 一見到Bella 就已經很下意識地 很想跟Bella打招呼 這隻狗令到她興奮 令到Bella也很興奮 扯我過去 過渡的 令到我有時會失去方向 兩隻的動蠻犬訓練犬 對我來說 是擴闊了我的生活圈子 雖然我是一個既樣家庭 那隻狗在我家裡 我會跟牠不斷做練習 牠不斷去學一些新的指令 或者新的東西 對於我來說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我的生活圈子是放大了 很多 其實不止視障人士 幫忙訓練盜蠻犬的義工 都會面對不少困難和難堪 牠說我不是質疑狗 我質疑你 你不是盲的 做甚麼事帶著一隻動蠻犬 那一刻是很難受 很難受 然後我就解釋給牠聽 然後我就拿證 因為我們有證 給回證去看 然後牠都給我上車 最後都給我上車 不會說會生氣那個人 或者責怪那個人 因為實在香港不是多動蠻犬 所以牠們開頭那一刻 如果說不接受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要慢慢解釋牠們 要慢慢解釋知道 這樣會好很多 我覺得要慢慢教育 香港的人 做多一些宣傳才行